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场江南皮革场倒闭了 要是跟黄景瑜比起来 这个肯定是林志玲啊 我觉得man 爷们 他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带着社会范儿 大哥走过来 哎我我我就哎你好你好你好 你觉得你爷们他爷们 我爷们 你觉得他社会范儿 我一般说他是帅 帅 今天他不在啊 ok 轻多了不是轻多了 就是还点多了 就就又还好了 呃顾涵呢 傻 你们四个人谁跟呃四个演员谁跟自己饰演的角色是最近的 黄景瑜啊 啊 开始就我睡我们一边然后他去另一边啊 就我们 谁也不说但是谁都不会跨过那条线 我也说 就手也过去了 手也过去了 早上起来画你一个大手 哗 卡到脖子上啊 还腿 嗯 嗯 蒙了 啊 孩子很蒙 啊 在因为在上海待了很久嘛 啊 那个口音其实已经 不是那么浓了 不是那么浓了 都没口音啊 嗯 那搁哪呢 啊 啊 干啥呢 怎么地 怎么地 怎么地啊 嗯 嗯 所以呢我们在一块呢他也不能干嘛 就只能拿我摆摆手摆摆腿 呃我后来也习惯了 学学防身技能嘛 OK 你有学会什么吗 学会啊 嗯 学 学会被人摆来摆去 学会 我学会逃 学会逃 我到后面学会逃了开始 本来就是CP 所以不介意这件事 剧中的CP 呃 剧外的好朋友吧 嗯 我 学会逃了 给我批的那个老面袄啊 我一路 我先看黄景瑜 那张照片呢 我第一眼先看到黄景瑜 黄景瑜是一个老大爷的 就是这样 不 这边上那是 那是我啊 哈哈 那个穿了一个也是穿了一个 面袄啊 大红的 啊 还行 还行 啊 OK 黄景瑜啊 对 你看看 看他 不是 我觉得黄景瑜估计 哪都不想做 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 开始 你晚上一定要早点睡哦 爱你 那么大 阿 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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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